喝完大杯冰水再来跟冰棒 这样都不能消暑的话 只好拖光光 套丁岛的纽约市已经摄氏快31度 而且越晚越热到摄氏34度 毛孩们都要受不了 主人甚至带他们到海滩冲浪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公布报告显示 今年7月将是有史以来最热月份 因为这个月前23天地球均温达摄氏快17度 比先前2019年7月最热记录 再高约摄氏0.3度 全美超过30周 发布高温警报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这么习惯炎热的城市 现在也要吃不消 冻植物都热趴 热到暴的天气 冷气就是救星之一 但美国覆盖13州和华府的最大电网 快不堪负荷 若供电不稳 将影响6500万人 就怕高温丧命的人增加 快爆满的亚利桑那州殡仪馆 再多加10个冰柜 至于华府当局 也为低收入户和弱势族群 提供移动冷气车与冰水 要让他们在库属下 也能得到保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